大家好 最近呢 我上一次也說了中國的經濟出現很多很多問題 其中我提到很多次的 就是中國地方政府沒有錢 現在怪招百出 怎麼解決這個沒有錢的問題 人都是這樣的 人如果是你今天的錢比昨天多 明天的錢比今天多 你會很高興 即使你不是很富有 你都會很高興 但是呢 如果是相反 今天的錢比昨天少 明天的錢比今天少 你就叫虎連天的了 現在呢 在中國大陸很多老百姓叫虎連天 也有很多地方政府叫虎連天 也有很多企業 尤其是那些民營的 中小營企業也叫虎連天 國營企業他們都規本 但是沒問題啦 國營企業規本就是國家資助啦 國家有很多納稅人的錢嘛 是吧 所以問題不太大 現在呢 最近出現一個叫做政府做包租工 或者包租婆 聽說呢 在深圳呢 政府出現一個叫做包租工 那什麼叫做包租工 就是說政府把那些樓買下來 然後租給那些租客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從中賺錢嘛 他就說很多好處啦 我們政府如果集中的 集體來買這些樓 我們很多東西可以 譬如說要裝修啊 可以所有的樓一起裝修啊 成本會低一些啦 還有可以保持市容啊 或者區容啊 很漂亮啊 說得好聽啊 但是呢 他搞了之後 那些人就想去 那麼整好那些東西 他賣了那些樓呢 還有裝修好之後呢 他就加租工 加租金啊 加得非常厲害啊 都是以可能50%啊 甚至更高啊 那出現什麼問題呢 就是原本住在那些租客都是很慘啊 他原本因為有些租客覺得 那間樓雖然不是很漂亮 但是很便宜啊 那你現在給我弄得漂亮 不是我用弄得漂亮的 是你政府的 發展就做 弄完之後你就要租金翻一翻 那就慘了 那所以呢 又出現一個新的問題了 這些是共產黨解決危機 解決困難的那樣的辦法 完全是不講道理的 那另外一個出現 對於老闆先生來說很慘的事 就是安徽啊 安徽 安徽銀行呢 沒有錢給他們的 就是那些存款的人 拿不出來的存款 那聽說是挺嚴重的 那但是怎樣 其實呢 對我來說 真的不是一個意外 因為我記得呢 很多很多年前 好像應該是超過10年前 我已經 我提過很多次了 就是中國那些各大銀行 大大小小銀行 都有很多那些所謂的壞賬 就是明明是這個借錢的人呢 是肯定很大的風險 就是相當大的可能是還不到錢的 但是呢 你這些銀行如果是腐敗 我收了佔金啊 或者收了那些什麼Kickback啊 那我就 雖然知道你是不應該借錢給你的 我都仍然借給你的 有很多很多這些問題的 那所以呢 很多現在的銀行呢 就一直用各種辦法來掩蓋這些問題 明明是有很多客戶是根本不還錢的 那你知道銀行 如果這些客戶不還錢 那就很慘 而且呢 他們以前呢 開始的時候會有辦法的 就是這些什麼 拆東場 保西場嘛 這些都是大陸很流行的辦法來的 借新債 還舊債嘛 那你如果經濟不是太差的時候呢 都還可以的 一段時間 三年 四年這樣 借新錢 還舊債嘛 但是整一下整一下 那些新債又是債台高速啊 慘了 最後呢 你可能再搞下去 你銀行的那些職員都沒有工資開了 沒有新水了 那就怎樣了 把那些顧客的存款 拿來用啦 是吧 這個問題呢 我想是一種定時的財產來的 就是我跟銀行界的朋友聊啊 他們心思逃命啊 我跟一個 我不說那個名字啊 就是那些審查 那些auditing company啊 那些經濟審查公司啊 那一個是其中這個世界的四大公司之一的一個partner 大家知道這個世界有四大審查公司嘛 應該是KGMP、Erinson Yang、Cooper、Loy 這些四家公司都很大的 Price Waterhouse 其中一間公司 是我一個親戚來的 我就跟他談起來 我說喂 你在大陸做了這麼多年 他人是住在香港的 不過經常都去大陸 那是審查大陸的那些公司 那我說喂 我想大陸很多企業 也好 企業也好 銀行也好 可能都有兩套章的 一套是真 一套是假 給你看的那些是真還是假 大概是這樣的意思了 當然這些東西是不要很敏感的了 他就笑了 他就說哎呀 我們都習慣了 一隻眼開 一隻眼閉嘴 他可以說他是confirmed的 確認什麼呢 銀行也好 公司也好 個個能夠握就握的 所以說 他都說是這樣的 大家握個握個過關了 比如說你銀行 我們要檢查 審查你的經濟情況 你給我一些假象看 我其實都懷疑會是假象 有時候你知道 哎呀 又不想 因為如果我弄得太壞 把你握個底 握個鍋 可能我的名氣在那個經濟圈裡面會變壞 以後就不找我了 所以這些是很複雜的 所以總之他確認很多假象 用來壓過關的 大家知道 西方有一句話 說謊言腳很短 走不遠 就是你靠說謊來騙人的那些人 你可以騙得一時一日 但是不可以騙得永遠的 遲早會爆煲的 現在中國大陸 整個經濟已經進入爆煲時代 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越來越多的煲會爆 這個是百分之一百的肯定是這樣 雖然共產黨把這個馬斯克拉到北京 他們是做戲的 他們很聰明的 以為拿到一個世界巨富 然後好好款待他 還有求他講幾句好話 但是做生的那些人 大多數特別是成功的 好像是李嘉誠那些人 他不聽你的宣傳的 那些沒有經驗的 或者是做小生意的 可能被人欺騙了 所以李嘉誠那些人 我想他不會這麼容易相信你共產黨說的那些人 那些公開的宣傳他不會看很多的 他要看他要找他自己人 在幕後找到你的真相 那他才下他的決定 那他的決定就是一步一步撤資 所以呢 這個習近平現在真是經濟上是內外交群 外資撤退 國內很多銀行錢不夠爆煲 還有很多壞帳 地方政府各種辦法來賺錢 搞到真是 聽說這個罰款 河南省 河南省省政府也是沒有錢 大家都沒有錢 廣西都是沒有錢 一道新的招是什麼呢 到處罰款 我記得廣西的那個數字統計 很多人害怕 2022年 各種各樣的罰款 比如說貨車 運貨那些 貨車 超重 他說你超重的 你都沒有話說過 他說你機屋過的那條腦 很久有個磅 在過程中就超重的 那個司機說沒有啊 我裝好箱子 弄好箱子 磅過的 沒有超重的 為什麼現在超重的 你跟中共那些警察 你有什麼談判可言的 就是要你罰 你的 所以聽說 各種各樣的罰款 其實那些罰款 有些完全是莫須有的 有些是以前你犯了規都不理你 現在全面要執行 還有整理 明明你沒有犯都說你有犯 總之你是啞子食王年 有苦自己知道 廣西省 2022年的罰款收入 是比2021年的罰款收入高了14% 不是 我說錯了 是它是 它佔有整個廣西省政府的稅務收入 總收入的14% 2021年只是9% 9%的收納稅錢 其中一部分 9%是來自罰款的 但是去年就14% 年年增加 並不是小的 我記得廣西省應該是 2022年拿了780億人民幣 是罰款 所以大家去中國大陸的時候 如果你們去中國大陸的話 小心 不要開快車 還有其實你即使不開快車 它都會說你開快的 所以最好就不要去 好 今天就講到這裡 拜拜 拜拜